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立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介绍HumbleBundle的虚幻极品声音游戏开发资源包的Unreal Engine Assets BonezzaBundle有几个比较知名的工作室联合出品 这个的确算得像是声音的 因为最多样包含50件商品 在捆绑包里面也属于数量比较多的 价值超过2500到最高折扣99%off 这个力度也是封顶的一档了 包含大量可用于创建开放世界类型游戏的资产利物 环境包 道具 树木 人形模型 僵尸等 此外还有高质量的动物补动画 里面有一些模型资源我在之前的捆绑包中见过 这里要稍微留意一下 不过数量这么多折扣力度这么大 有一点重复的资源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当然前提是你需要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将模型导入到Blender和Godo中 即使你使用的游戏引擎不是虚幻也没关系 不过一些资源里面包含灯光设置这个部分 在其他引擎中使用就需要调整和单独设置一下 但是模型本身是可以导入到别的引擎中使用的 这里也没有版权问题 里面包含末日医院 也是工作室最大的医院室内资产库之一 模型质量很高细节满满并且数量庞大 还包括蓝图工具和模板 帮助你快速的实现 创影能用于末日生存恐怖和冒险游戏 高中篮球感包含143个模型 高分面率的材质2K以上的纹理 多个时间段的灯光设置 里面的品牌标签 都是工作室自己制作的 不会有法律问题 适用于体育模拟 校园冒险或者生活模拟游戏 双三角形餐厅包含100个模型 采用模块化的建筑设计 方便开发者搭建餐厅场景 适用于城市或者生活模拟游戏 被遗弃的末日城市包 包含超过300个模型 和模块化的建筑部件 模型适用于各种建筑风格的城市和末日环境 村庄房屋环境和家具室内 包含创建乡村房屋所需的一切 例如房屋带家具的室内预制体 以及自然元素和可破坏的外墙元素 旧村庄房屋包 包含多个建筑演示项目 可以用于创建自己的山村 所有建筑都可以进入包含6个预制的房屋 除此外还有各种动作资源 例如死亡 惊恐 僵尸 忍者 步枪动作和手枪动作等 还有一个动态的脚步系统 可以配接着行者和跑步动作 添加动态 脚步声 里面还有一些工具类资源 例如程序生成 植被互动和游泳系统等 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毕竟有50个资源 大家可以通过预览去看到 每个资源的详细情况 以及使用介绍 如果你的项目需要一些高品质的模型 用于构建大型写实 模拟末日生存 设计和冒险游戏 可以去看看这个资源帮 我也把链接放在简介 或者置顶留言里面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 和游戏开发相关的资源介绍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并且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我是李哥 我们下次再见